新华社郑州2月20日电梯,陈小盘,老百姓的平安守护者,新华社记者梅士雄,有困难找小盘,找到小盘不作难。 这是河南省洛河市林颖县皇帝尿香老百姓的口头禅。 老百姓口中的小盘,是林颖县公安局皇帝尿香派出所指导员,兼大园村警务市警长,大园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小盘。 今年48岁的陈小盘,曾在军延服役11年,自2000年转业以来,他退役不褪色,发扬军人有血性,敢担当的优良作风。 有效破解农村治安难题,被誉为老百姓的平安守护者,大园村警务市,地处偏僻农村,辖十四个自然村。 社情复杂,一度纠纷,案件,上访三不断的乱象高发,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几乎为零。 11年前,陈小盘把家搬到了大园村,他用八个月将全乡8948户,11029处运落,全部走访了一遍。 手绘地图一百多幅,记录笔记六十多本,拍摄照片三万六千余张,采集信息九万多条,制成电子地图,以信息助力至绘景物。 家居里?哪户屏哪家难?谁家什么样?哪条街门朝哪? 陈小盘都一清二楚。他找到了破解乱象的药方,采取巧劝解,巧疏导,巧建立,巧施策等办法,全部化解辖区内四十多起上访计案。 他总结的三文三访六道位计案化解法被全省推广。 曾经的老上访护袁电青说,小盘是老百姓最亲的人,有事找他不用愁。 陈小盘针对一发案件,从小案件,小纠纷,小隐患,小信访,小难题,小民生六小警务为泄入点。 地族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,对症下药,攻坚克难,成立治安防范五支队伍,建起警民联动调解工作室,编写顺口溜,农村安全防范百聚精发给群众。 借助科技力量,陈小盘创新形成了五步双网警务模式,即通过五个步骤,拉近和村民的关系,走进老百姓心理,建立起意义加综合警务信息网,和洒市治安立体防控网,在群众的支持下。 他累计抓获逃犯,到抢欺骗等嫌疑人一百余人,处理各种报警求助五千多件次。 曾经,辖区内迷信盛行,笑道滑坡,是非观念模糊。 陈小盘坡坚持让法律普照人心,让道德润则人心。 他开拨农村大讲堂,成立学雷锋志愿警务服务队。 深入学校,企业和村组因势力道畅述兴风。 在陈小盘的感召下,六十三人被推述,为现实及道德模范,或身边好人,会给这些好人加油助力。 二零一大年春节前夕,他又捐出五万元的英模奖金设立基金,以表彰警务是身边好人的善行一举,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。 陈小盘自制八千多枚警民连心节,背面亦有他的名字和手机号码,在走访时免费发放。 如今,连心节成了村民的护身符,家庭困难,夫妻不合,吃恋自杀,小孩不听话等问题。 不论深更半夜,刮风下雪,接到电话的陈小盘,总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。 一个深夜,孕妇郭霞出现临产征兆。 当时,身边只有体弱多病的婆婆。 郭霞拨打连心节上的电话后,陈小盘很快赶来,并将郭霞送到医院。 四日早晨,看到母女平安,她才放心地离开。 经过十多年的精心打造,如今的大园村,连续多年,保持了零上访和一般形式零发案。 七日三不断的乱村,已经变成了一个魅力十足的静村。 这样的变化,在小盘住村以前,是不敢想象的。 村民袁自成说,过去连一吨水泥路都没有的地方,现在不仅修了路,盖了学校,而且还建成了新社区。 留守儿童是一个社会问题,也是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。 大园村有很多村民外出务工。 七年前,陈小盘联合辖区的六个村委会,和五所学校捐资成立了留守儿童温馨家园,在警务市安装亲情视频。 让留守儿童在网上和父母聊天。 同时开通QQ群和微博,接受网上举报和求助。 号召大家关怀留守儿童,奉献一片爱心。 从此,二百多名留守孩子的成长中,多了一位陈霸,作为一名党员、民警和老兵。 如何密切联系群众? 陈小盘说,关键是不能忘本。 本在哪里? 本,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,在我们来回的风雨路上,在群众的田仙地头, 在孤寡老人的孤独病床弦。 新华社莫斯科3月7日电,记者利奥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,召集俄联邦安全会议成务。 委员就外国侦察机,对俄边境频繁侦察和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。 克里姆林工网站7日发布公告说, 会议针对外国在俄边境附近愈发频繁的军事侦察活动进行了讨论。 俄总理梅德维杰夫,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阳科, 和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等出席了会议。 俄罗斯国防部7日发布消息说, 俄防空力量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,靠近俄边境上空, 发现一架美军侦察机。 俄战机紧急升空将其拦截。 俄国防部指出,近期外国侦察机,尤其是美国侦察机, 抵近俄边境进行侦察的次数明显增多。 去年俄空天军供出动4000多架次战机, 对抵近俄边境的外国飞行器进行拦截和半飞。 此外,会议环救叙利亚当前局势进行了磋商, 并着重讨论了鲁克班干难民营问题。 俄叙两国叙利亚难民返乡跨部门协调指挥部, 当天发表联合声明, 呼吁约旦,采取行动, 参与解决鲁克班干难民营问题。 声明说, 约旦政府以其安全问题, 和国内经济形势为由, 拒绝向鲁克班干难民营的难民开放边境。 俄双方希望约旦参与落实鲁克班干难民营内, 续难民的返乡事务。 鲁克班干难民营, 位于叙利亚东南部的续约边境地区。 目前,该难民营收容约5万名叙利亚难民。 环球时报记者赵爵成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赵东, 欧盟的外交通信网络, 多年来一直遭到渗透。 而黑客使用的技术, 与中国军队长期使用的技术相似。 据美国纽约时报18日报道, 位于美国的网络安全服务商第一区AreaOne, 日前向该报提供了约1100件被黑客获取的电报。 并称, 黑客还渗透进联合国以及多国外交与金融部门中, 而分析结果将矛头指向中国。 天津大学法学院互联网政策, 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秦安, 1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抹黑, 已经成为西方, 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惯用手法, 但从来又拿不出实际证据, 且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。 报道称, 第一区提供的电报中, 包含有美国、 俄罗斯、 伊朗等多国外交事务内容, 以及欧盟外交官的分析和态度。 纽约时报公布的一则电报显示, 欧洲外交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,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, 今年7月在芬兰的会晤持积极态度, 认为会晤, 至少对普京来言是成功的, 而今年3月的一份电报, 则总结了特朗普上台以来, 美国与欧盟关系遭遇的困难。 但强调, 美国依然是欧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, 纽约时报还声称, 多年来, 这些黑客已侵入联合国, 多个国家的外交与金融部门, 以及多个组织和机构中。 不过, 此次泄露的欧盟外交文件级别较低, 数量也不如此前危机解密泄露的文件多。 对于上述情况, 欧盟19日宣布启动紧急调查, 欧盟秘书处18日晚发表声明称, 欧盟对潜在的敏感信息泄漏问题已有所了解。